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7月7日 星期日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近幾天的熱話之一 莫過於有網友找回蘇文峰 8年前曾經預言過香港的樓市 也說到2024年過後 區區都不旺 結果成為了近幾天的網絡熱話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B商也說說 據報香港快運又領夜 據報有兩個視障人士 見記者投訴 香港快運是無理趕了他們下飛機 離譜 據報快運是需要道歉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Yahoo新聞的報導 蘇文峰8年前曾經預言 樓市一定跌 並指2024年過後 區區都不旺 結果樓價3年以來跌了2.5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了 香港樓市下行是不爭的事實 但仍然有樂觀的業主 期待內地優才到港 托起樓價 不過原來早在8年前 坎儒學家蘇文峰已經預言 香港前景 行運到2024 之後就區區都不旺 縱觀樓價指數 本港整體樓價 創下3年以來的新低 跌幅接近2.5 蘇文峰在2016年接受東方新地專訪 以懸學的角度分享投資的貼士 被問到怎樣 看香港的樓市 蘇文峰想都不用想 就爆出一句一定跌 因為投資市場始終有升有跌 但8年前的他就指 即使看淡樓市 但對鋪市仍然樂觀 強調不會賣出所有的鋪位 就說如果賣完 什麼時候買回呢 並指在跌市的時間 只會賣出一部分 可以看到他當時 也未看到現今 舖市的低迷景象 他提到樓市本來是12年 一個循環 當年受訪的時間 他到 2013年2014年 都沒有出現跌市 到2015年樓價方面 就開始下跌 但他強調 2015年一跌 就不會跌一陣 起碼跌三四成 跌三連日 而且他特別看不起 假的豪澤 就說 200多尺 賣400多萬 邵機灣 深水埗 都賣2萬多元一尺 我都不懂 回顧 中原城市 領先指數 雖然 2015年8月 開始 曾經出現短暫下跌 但第2年的3月 就出現了反彈 由127點升到2019年的190點水平 沒有出現跌足3年的情況 訪問當中 蘇文峰已經看通 發展商會採取減價策略三方 新盤的售價比同區二手更加低 至於香港的地運 他預言香港旺到2024年 就說 2024年之後沒有 區區都不會旺 他就說香港的前景 也都只能夠走到2024年 訪問當中 他就說 你要快點 賺多點錢 當時還有8年 之後的發展就會變慢 因為世界不會永遠向前增長 是會下跌的 過去三年 中原的城市領先指數 已經累計下跌近25% 過去一年就跌了14% 至於港人上車問題 他就說 沒可能人人都能夠置業 所以政府應該要多興建公屋 給一些新金 萬多元的人都可以解決 居住問題 蘇文峰向來投資物業有道 他益術賺得最多錢 是中環結智街10號的 全棟堂樓 2004年以1350萬買入 8年過後共獲利 4210萬元 另外他也擅長摩貨 2015年購入 中環阿巴甸街 19號 五層高的舊樓 短短五天摩出大賺近300萬元 2022年更加被人拍到他 在屯門的Lofo嶺 那個售樓處出現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亦都是近日的網絡熱話 話說有網友找到蘇文峰 在2016年當時說過 已經預言香港樓市一定跌 更加說到 行運只是行到2024年 之後區區都不會旺 有人問到那怎麼辦 當時蘇文峰就叫大家 盡量這幾年 2016年過後 賺多些錢 賺到2024年 未必會旺 相關的熱話 成為了各大討論區 近日拿出來說的熱話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是不是地運 走到2024年過後 區區都不旺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也講講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兩位視障人士 投訴香港快運 無理趕了他們下飛機 香港快運有回應 就說基於安全考慮 造成延誤不變 感到 協議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兩名視障人士 投訴承擔香港快運的航班的時間 被無理趕了下飛機 香港失明人協賬會 在今天 7月7日召開記者會 說兩個可以獨立出行的視障會員 在5月22日 原定承擔 香港快運 下午三點 飛往東京的航班 但是 就指地勤 機組人員 由辦理登機手續到登機期間 都有為兩人提供協助 但航班起飛前 就被機組人員以 達不到安全標準為理由 要求兩人下飛機 並建議兩人自己付錢 轉成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香港快運商務總監 黃基傑回覆指 不同意有關 港下飛機的指控 指當日機組人員是基於安全考慮作出決定 並由當值人員陪同兩位乘客離開機艙 他又指沒有建議兩位乘客 自己付錢轉搭其他航空公司 而是積極協助和安排他們 改搭同一日 香港快運其他航班 他亦為引致兩位乘客造成的言誤和不便 表示誠治的協議和 並會作出相應的補償 兩名視障人士原定 乘搭5月22日 下午3點前往日本東京的航班 香港快運地勤 機組人員為兩人提供協助 包括辦理登機手續 到禁區的集口登機 升級座位到前排 解釋逃生 程序等等 直至 起飛前5分鐘 機組人員詢問他有沒有父母陪同 之後就說因為不符合 安全指引 要求兩人下飛機 起初以言語勸喻 接著拉扯事主 將他所謂扯下飛機 兩人隨即向香港失明人 協進會求助 並於民航署協助之下 承擔其他班次 前往東京 以上來自仙島日報的報導 又是香港快運 這次無辜把兩個失明人士 趕下飛機 而理由就是說安全情況 有多不安全 兩位視障人士有獨立出行的權利 另必雙據報當時 是拉扯住他們 所謂請他們下飛機 過程對兩位事主來說 相當侮辱 結果搞到 香港快運 是作出 協議 即是道歉 另外說到 否認當時 叫他們自己付錢 去搭其他航班 不過據兩位事主的說法 是經民航署的協助下 才能夠坐到飛機 去東京 近日就香港快運的新聞 特別之多 通常都是負面 這件事未知 發酵程度 也不知相關部門 當局 會否就這件事 作出跟進 另外也說過這件熱話 根據HK另一個報導 住宅外面 驚艷 超大的風潮 畫面 嚇到網友 就說這隻 針到的話 會死人 報導的留言 看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 感上路之友 上載照片 顯示牆上 有一個巨型的風潮 多謝野生的風 就在這個 巢上 事主蓋探 窗外 起屋 新鄰居 你好 畫面 十分嚇人 吸引了多位 網友留言 初步相信 是虎頭風 就說這隻風 非常非常凶惡 要小心 處理 也有人建議事主 可以向食環處 或滅蟲公司 求助 根據資料 食環處 會為公眾地方 提供消滅 黃蜂 或野蜂 服務 但不會向已經 聘有 大廈管理公司的私人 和公共住宅 樓宇 還有所有私人非住宅的地方 提供有關的服務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網友認為這隻風 看到相片 很可怕 應該是虎頭風 帶有毒性 兼且 若果人類一旦 受到攻擊 那個傷害 也挺大 結果 呼籲事主 盡快找人 處理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